好,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开始来讲授CodeMonkey 那首先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 在网页上输入 playcodemonkey.com 好,进入这个界面之后我们会看到这样 然后呢,我们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再把它登录进来 我之前已经注册过了 所以我现在直接用我注册过的账号登录 好 登录进去之后呢 我们会从这个第一关开始 好,第一关开始 然后就出现一个动画 那的话,让生意的那个心情把那个猴子的香蕉拿走了 现在呢,这个Monkey的这个任务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香蕉折回来 好,那好,我们看这个上面出现了一个提示画面 提示画面上面写 Oh no, we must get our banana spot Oh no, we must get our banana spot to get to the monkey moon 这句话说的就是说 好,我们必须要把香蕉折回来 好,我们必须要把香蕉折回来 现在呢,我们要点击这个RUN这个按钮 就是运行这个按钮 然后让猴子来移动 好,我们点OK 好,那下面有一个手势提醒我们来点击这个RUN就是运行的按钮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RUN之后呢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好 我们看见猴子把这个CANANA拿到了 三张拿到了 我们再replay一下 我们看看有什么变化 那好,我们看这个上面呢 出现了一个step 15 就是表示猴子要走15步 就能把这个香蕉拿到了 那OK,我们把这个数字变一下呢 我们试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数字变成10 好,我们再来RUN一下 运行一下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好 好,我们看 这个猴子呢 只走了10步 距离这香蕉还有5步 就说明他没有拿到这个 那OK 我们把它再改回到15 或者我们改更大的数字 看一下会发生什么 改成17 我们再RUN一下 OK 这一关是我们通过了 就是说猴子必须要走至少15步以上 才能拿到这个香蕉 好,这是给猴子发的第一个指令 好,这是第一关 我们就过了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关 Next Challenge 好,这个提示符 画面出现了 我们看上面写的什么 Can you fix the code on the right It should make the monkey catch the banana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能不能把这个 你有免这块代码把它修改一下 让这个猴子能够抓到这个香蕉呢 那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看 我们先RUN一下 看一下结果 OK 就说明猴子走的这个步数还是不够 然后他这个提示说的是 You step 15 Instead of step 10 就是说你应该在这里写上15步 而不是10步 好,我们把它改回去 你看他上面出现了一个提示 就是让你用键盘把这个数字改一下 好,我们用电脑键盘把它改一下 改到15 我们再RUN一下 好,这一关就过了 好,我们头两关先介绍这里